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玩一下啊 彎盤一拳超人啦好不好 那最近的話呢 最近的話呢好不好 一個超酷炫的角色 一秒人的覺醒圖片登場了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這隻角色的話這邊就非常非常有興趣啦 為什麼呢 因為外型非常非常的帥氣 非常非常炫麗好不好 這樣怎麼玩一拳超人遊戲的話 通常都只是在看他的角色帥不帥氣 跟炫不炫麗啦 然後之後的話 因為其實我玩一拳超人這款遊戲算是蠻 落後別人蠻多的哦 所以之後如果那個就是3D的那款一拳超人 如果出的話 真的很好玩 我應該會直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刻到爆吧 因為我覺得一拳超人這種遊戲 就是你回合自己的戰鬥遊戲的話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刻到爆或是 沒有就是長時間在玩的話 你就很容易就是落後別人哦 所以如果到時候就是那個 新的那個什麼3D的出來的話 如果真的很好玩的話 我們再來各自刻爆給大家看哦 那目前這款的話就是當作就是收集角色啦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很酷炫的 像一秒人這個覺醒的話其實就還蠻不錯 雖然他們很多的角色在那個 本作裡面大概出場不到一夜 或者是出場不到幾秒就掛掉了 但是在這遊戲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看一下他 究竟有多麼的厲害這樣感覺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一個體驗哦 好沒問題 那目前來說我都每天都有在 乖乖的做美日啊 啊就只有做美日而已 我就沒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須助手這邊點一點啊 然後挑戰暗暗啊 然後每天拿80個斷石啊這樣子 呵呵呵呵呵 那如果他之後還有一些就是特別有趣的一些新東西啊 或是有一些新角色的話 哲平依然都還是會再抽給大家看啦 因為我自己都還是有在上限哦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角色的這個樣子也做的不錯 那我也是蠻期待就是他之後的那個就是3D的那個版本 因為3D版本那個聽說好像也是回合制的啦好不好 哎回合制的遊戲雖然也不是說不好玩 但是就是你很難就是用自己的一些就是走位啊 或是一些就是打擊啊 或是閃避啊來去就是 輔佐一下自己的那個就是不足的一些戰力哦 像像我們玩那個什麼原神啊 或是一大堆遊戲的話 其實上其實你就可以利用一些 呃走走打啊 或是拉打這種東西來去就是做到一些事情 我就覺得那個 至少你在抽卡方面的話 雖然你抽卡還是會變強啊 但是至少你就是不用不用那麼的那個 給自己有這麼大一個那個壓力這樣子 就是哦不一定一定要抽到最後才會變強 因為像這遊戲的話一開始就是大家只要灌很多 然後就PVP然後直接上去然後AUTO那種感覺 你們懂那個意思嗎 就是你沒有辦法就是像我們之前玩的一些 呃有P即時PVP的遊戲啊 有沒有就是可以直接去對戰或是幹嘛的 然後他後來是有出那個啦 就是我們那個即時對戰 所以他會把一切東西就是用的就是比較公平一點點哦 但是還是必須得就是那個 就打一般的競技場的話還是必須得就是 花花一些錢這樣子就比較可惜 因為像我們其他遊戲的話就是競技場部分的話 都是可以就是直接就是靠自己的技術去彌補這樣子哦 其實他後來的即時排會賽也是有啦好不好 也是有就是你要自己配招那些東西 只是哲平對 配招那些研究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的透徹這樣子哦 因為哲平一開始的話基本上就是 來看這個角色酷炫的啦 所以一拳超人的遊戲IP的話 我自己都還是會去給他支持一下哦 就看一下之後那一款會做的 怎麼樣因為目前來說就只有這一款嘛 跟就是接下來出的那個 一拳超人世界啊 我是覺得都都可以來看一下啦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這個IP的 然後漫畫已經好久沒有出了 不知道作者怎麼樣了 希望作者沒事 哈哈哈 希望可以繼續再看到啊 作者沒事啦啊 沒問題那這邊就 不要再這麼多廢話了 我們直接來 來先買個黑卷啦 反正之前的話前一段時間 還有出那個什麼驅動騎士啊 那些我都沒有抽好不好 因為我那些 我就是只想要先留給自己喜歡的角色 來看一下啊 這邊可以買最多 我們這邊可以買3000多賺 好那邊15張吧 15張然後加上我們原本的 大概是可以有個 幾抽啊 我已經很久沒有歪到那個了 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拿到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新的這個限定角色 上一次抽的時候也是抽到歪 好不好 我們這一次看一下 55張啦好不好 55張我覺得應該 偏難出吧 哈哈哈哈 那沒有關係 好我們還是要試試看 搞不好他真的只有改一些機率什麼的 好不好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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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抽給他下去來 拜託啊 亮晶晶啊 有沒有機會 疫苗人 呃 馬上開始調查吧 GG 沒有 尷尬 第20抽 基本上基本上好像60或是70 才可能會出金啊 好不好 哇 沒了 咆哮吧 竹筍 竹筍俠來了 幾槍血啊 沒有 那這次疫苗人聽說好像是那個 有重力磁場 就跟我們就是那個覺醒龍卷 是差不多的 所以應該可以做一波搭配 應該還真不錯 來有沒有 沒有 GG 這個是我們的 昆布啊 哥哥 沒有 還是0 欸 雙雙子好不好 我們的臭老臉 這遊戲比較尷尬就是你知道嗎 是最尷尬的就是他的SR角色 基本上真的真的都很 沒什麼用處 所以你抽到 也不會有太多的那種就是想法 你知道嗎 欸 跑了一下哦 沒有 GG 沒有啊啊啊啊啊啊 好 啊最後了 你有沒有機會 確診疫苗人 哎 哎 哇 我抽到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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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 我抽到咧 而且我是50充 哇哦 居然 居然居然居然 哎哎哎哎 哇 哇這個是 近期我們唯一好不好 最好運的一次吧 哇 疫苗人的那個覺醒 那大家接下來的話基本上會怎麼給他配對 也可以在下面跟人民分享一下 哦 我到時候如果ok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練一下隊伍打一下 反正 哇 太爽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能力哦 對單體目標二連擊造成120%攻擊力加24點的傷害 並有100%機率使目標陷入立場一回合 所以他是一定會讓別人陷入立場的哦 那立場的話行動前受到150%攻擊力的持續傷害哦 所以這隻感覺是可以跟那個 覺醒龍點做一個雙立場那種概念 如果能夠疊加的話應該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是他的絕技 對全體敵方目標三連擊造成150%攻擊力加21點的傷害 若處於變大狀態則 提高50%期許增傷 並有100%機率使全體目標陷入立場一回合哦 這變大狀態是什麼 看一下二星 那一角色行動後敵方全部立場被引爆 哦呦 原傷害立刻轉化為100%引爆類型傷害 每回合三次引爆之後進入變大狀態 受到傷 呃致命傷害後會以致最 呃致生最大生命50%復活最多兩次 又是復活角 又又又是復活角 哎這好像還蠻不錯 哎這聽起來好像很厲害哎 大家對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哦 爽啦爽啦 把他放在這裡面 集訓中心集訓中心來來來 疫苗人gogogo 夭壽太爽了吧 不是我真的是完全沒想到我會抽到哎 好扯哦 因為 因為 因為本來 本來我就抱持一個必死的一個決心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我就覺得啊 這個一圈套的遊戲 應該很難抽哦 那麼就隨便 隨便抽一抽結果哎呀 哈哈 居然抽到哪 太爽了 哇太爽了 這這這確實有點爽 啊如果這隻角色能夠改變一些 就是我們體驗上面一些感受的話 我應該有可能會 maybe有可能或許或是我可能就會開稍微再認真玩一下 哈哈哈哈 畢竟都抽到了嘛對不對 感覺好像還不錯哎 疫苗人好不好 大家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你們會用什麼裝備給他裝好不好 這個應該 ok 我們先把他升到二星吧 什麼 哇 誰 慢打 這好帥哦 這隻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很大隻的那種怪物 他其實一拳超人裡面的角色很多都是很大隻的怪物 但是他們後面就是 呵呵呵 還沒還沒出場好不好 就就被打死了好不好 很白癡 好 這是覺醒二階的狀態 好 那我們就來去看一下他的 攻擊的樣子吧 感覺他的那個立場應該蠻帥氣的哦 我覺得應該 要再挑 親密一點的關卡 我怕 我怕他在時候直接被打爆 那就慘了 感覺他也是可以當一隻坦克的概念哎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就是 能夠就是即死復活的話 附贈一下啊 這邊要出誰呢 疫苗人感覺真的是很帥好不好 這個 然後 再派覺醒龍卷嗎 這兩個隻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搭啊 要把誰換掉 超能力 文少女換掉好了看看 看看這樣子會打出怎麼樣的效果哦 我也想要 我也蠻想看他的動畫的啦 先別自動 好我們這邊先 螺旋稍微炮一下 哎哎哎 哎不是不是不是 啊抱歉 哈哈 乾 抱歉 我忘記劫弱斯太強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等一下 我看一下哦 我們前面一些一件普攻 普攻普攻 我感覺這關卡難度有降低很多的感覺啊 啊 啊 啊引爆 然後這個是 全體敵方單位 哎他沒給他動畫哦 他沒給他動畫哎 哭了 哭哭饅頭啊啊啊 你看他們行動的時候都會扣血啊 因為這是立場立場狀態 那他的裝備的話 可能就要帶一些就是那個攻擊型的吧 因為他這個扣的這個立場 這個東西是他的那個 是他的那個就是 該怎麼說呢 他的那個 攻擊力上上限值 我再看一下哦 再引爆一次 啊不是不是按到按到龍卷了 立場 但我剛看到那個哎 真是好像沒有看到什麼立場啊 全體敵方向路立場一回合 但是剛哦 他是只有那個 那個那個時候會有是不是 有立場了然後引爆 業力引爆 引爆立場 但怎麼沒給他動畫啊 好可憐哦 還是還是有我我關掉了 我看一下我把動畫改開一下 應該蠻帥的 我們再往後面一點點看看好了 感覺好像 嗯 他是不是有有有有提 有那個把難度降低啊 還是我們剛剛真的是往太前面了 我們去看一下能不能拿到三星 這個二郎 等一下我忘記關了動畫白癡 我先看一下哦 這關應該就沒那麼簡單了吧 這關沒那麼簡單啦 看一下哦 我們待會就是龍卷跟那個 疫苗人 業力引爆 然後他發完大招好像會變大哎 但是我也沒看到他就是究竟有沒有變大 我應該是把動畫關掉了 哦有哎他引爆了 哇 龍卷被打爆了哎 要求 要求我們打不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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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不贏了 哎 不居不活 不是我50%有有有他回血了 要求要求 不是哎不是哎 哎不是 哇 啊啊啊 啊不是哎 哈哈 八 八七樓 要輸了哦 好我們先離開戰鬥 不是哦 在幹嘛啊 等一下這好像太強了 我先把那個 動畫開啟一下 我想要看一下他的動畫 哈哈 在幹嘛啊 怎麼好像爆開啦 這個 設置 哎 絕技動畫好 開啟 我怎麼記得我以前沒關啊 還是後來他自己關掉了 我們看一下啊 我們我們去前面一點點好了 18 21這邊 然後打 哇 看來沒有拿到三星都是有難度的呢哦 好那我們這邊 先開燒一波了 有這個有動畫就真的比較帥 好像 交給傑諾斯好像有點太強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哦 傑諾斯你先 你先 你先停毀 好來了 遺失破天 立場 然後這邊立場引爆 再來是我們的 疫苗人 狂野撕裂 對啊他有變大的感覺 然後再來引爆 咬一咻好痛哦 哎 掛掉了 三星好像就是不能一個 一個人都不能死掉對不對 所以會比較難一點點 啊沒問題 感覺起來啦確實是 應該是很有很有看頭的 但是可能就是裝備那下用起來 我就覺得就是 單純論外表來說的話 是哲平會喜歡的 所以我就把他抽起來好不好 那這一次還算蠻好運的50抽好不好 50抽所以 感覺機率是不是有被改了呢 哎也不知道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反正有一些就是帥氣的角色的話 哲平依然會在上線來抽一下 那大家有沒有抽到我們這次疫苗人覺醒 也可以在下面跟這邊分享一下囉好不好 那你們會怎麼配裝 或是給他搭配隊伍 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囉 我是哲平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